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节课呢,来学习一下转移字符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字符 在之前的课程中呢,我已经用具体的示例 向大家演示了这样的一个换行转移字符的具体的作用和效果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整体的详细的来学习一下转移字符 好,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明确一点 转移字符和我们之前在IDLE里面输入的这样一些HoloWord ABCD,这样的一些字符呢,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说转移字符,你从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上理解呢 就是它呢,是一些特殊的字符 好,那么这些特殊的字符,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转移字符里,有一部分的转移字符呢 是为了去表示我们无法看见的字符 注意啊,这里的我的看见是加了引号的 你比如说像ABCD,这些字符打上去了之后呢 我们马上就能看得到,然后呢,我们也能够理解 但是呢,像我之前课程里面所举例的这样一个换行符号呢 它呢,就不是直接能被看到的 这个呢,是一类转移字符 好,然后我们呢,再看第二类这样的转移字符啊 有一些与语言本身语法有冲突的字符呢 也是需要用转移字符来表示的 你比如说呢,我们在Python里面啊 之前呢,我们说到了单引号这样的一个符号 那么单引号呢,像ABCD一样 它呢,也是一个字符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Python语法里面 它的一些基本规范里面呢 它也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单引号 在Python里面啊,单引号呢 是不能去表示一个字符串 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个单引号 作为普通的字符和Python语法呢 是有冲突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上面呢 我们呢,也需要对这样的一些 租单引号的字符呢 做一个转移 这是第二类转移字符 好,那么转移字符呢 有很多啊 我们呢,顺手举几个例子 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反斜杠N 这个呢,是换行符啊 这个呢,我们之前已经演示过了 包括呢,这个反斜杠引号 表示的是一个单引号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反斜杠T 表示的是横向字表 反斜杠N和反斜杠T呢 这个呢,其实呢 就是我所说的 无法看见的这样的一些字符 好,那么它需要转移 那么像这个单引号呢 就是代表着 和Python语言本身的一些语法 是有冲突的 这样的一类的转移字符 那么此外呢 我要说明的是转移字符 除了我所举的这三个之外呢 还有很多种 这个呢,大家如果想去了解的话呢 可以去搜索一下 这里呢,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我们最主要是要理解转移字符的意义是什么 并不在于你要把这些所有的转移字符都背下来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好,那么此外呢 还有一个概念啊 这里呢,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很多同学呢 把这个反斜杠N这个转移字符 和这个反斜杠R这个转移字符呢 经常都会搞混淆 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啊 这两个呢 它不是代表的是同一个意思 它们呢都是存在于这个转移字符里的 但是呢,它们是两个东西 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我建议大家下学之后呢 可以自行搜索一下资料 简单的了解一下即可 但是一定要记住啊 这两个呢都是同一个概念 好,那么这个转移字符的基本概念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在这节课的最后呢 给大家布置一个小小的作业 大家下学的时候思考一下吧 不难 但是呢,大家呢 仔细思考一下 我们打开我们的IDAE 那么我们之前呢 向大家介绍过了这个print函数 那么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现在想用print打印出一段文本来 这段文本呢是这样的 Hello,反斜-n,Word 我要求呢 反斜-n呢也被输出出来 而不会被当作换行符来处理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呢 我现在呢是这样的一段代码 我回车执行了之后呢 是什么 它不是我要的,对不对 反斜-n呢消失了 被当作是这样的一个换行符 那么我想要的就是输出的结果是这样的 好,这个问题呢 当作一个小小的测试 留给大家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